纽西兰年度鸟类比赛结果出炉 今年的冠军是由不爱交际又濒临卷种危机的黄眼企鹅 它是14年来首次夺得这项头衔的海鸟 黄眼企鹅是目前世界上最稀有的企鹅之一 在纽西兰南岛只剩下225只 专家表示黄眼企鹅会用高音尖叫沟通 是一种反社会的雀鸟 而黄眼企鹅目前正面临许多威胁 例如全球暖化造成海水温度上升 影响他们觅食 加上人类捕鱼经常令这些企鹅受困于往 主办方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唤起大家对兵为物种的保育意识